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鼻来,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搞来搞去,还是只有一张台湾牌,让美国呢,觉得灵活好用 但同时呢,也玩不出什么特别大的花来了 但是现在呢,他们正在突破,正在无限的挤压 足现的要踩这根红线 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现在有传出来,这个五六月份 这个蔡婆可能要到美国去了 那现在呢,个人感觉这个事情越来越是越真的了 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这个助理副国防部长抵达台湾 这个事情,中国大陆也是有回应的 当然我们需要的回应不是这样的回应 但是呢,也不是说是坐以待毙 同样的,现在传出来台湾断交所谓断交部长吴钊燮 等于呢,要到美国去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 随美国飞机一起过来的,还有韩国的教练机 停靠在这个高雄 很多人从台北啊,赶到高雄来看 一堵这个风采 韩国的教练机就算了 在与朝鲜军事斗争当中已经坠机了 这个台湾呢,比较喜欢容易坠机的飞机 这个呢,也是他们一贯的这个做法 那么针对这些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吧 美国国防高官访台,15架大陆军机飞越所谓海峡中线 向日诚,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思 星期五,低调串台 当日就15架大陆军机飞越海峡中线 及其延伸线进入台,所谓西南空域 台海情势迅然紧张 根据台国防部17日上午发布的中共解放军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资讯 17日60至18日60至 台军征服大陆军机24驾驶 大陆军舰四周时,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台所谓国防部说 其中飞越海峡中线机器延伸线进入西南空域15架次 根据台所谓国防部公布最新解放军进入台海周边空域活动示意图 北部空域有一架次彩虹4无林机,两架次歼10战斗机,四架次歼11战机 中部空域两架次歼10战斗机,南部空域两架次歼16战斗机都飞越所谓海峡中线 另有两架次歼16战机在东沙岛附近出没 一架运8反潜机进入西南空域 另有一架BZK005无林机长航穿越包吹海峡 抵代台湾东南外海 航迹包围台湾全岛 台所谓国防部表示 台军运用任务机舰级暗制飞弹系统严密监视与应处 英媒星期五上午引述4名相关人士爆料蔡斯即将访台的消息 明天下午晨蔡斯已经抵达台湾 蔡斯是继19年10任美国国防部分管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克林克 访问台湾之后 首位窜台的美国国防高官 也是40年来第二位窜台的美国国防高官 不过中美气球事件持续延伤在高度敏感时间点上 美国和台湾政府都低调处理蔡斯的访台行程 截至星期五晚 他们未证实或否认这项消息 那么也就是说 他们需要这样一件事情 美国需要这样一件事情来掩盖很大的事情 一个是大家要知道 拜登政府现在面临很大的问题 执政的问题 你看那些记者公开的问 他跟中国是什么关系 他们家族的腐败 贪腐 他儿子做这么多生意 到底想干嘛 公开的来发问 FBI呢又在调查他所谓的存在 什么机密文件 他儿子这些事情 搞得那些焦头烂额 同样的大家也看到了 美国的这个基建 我们也看到一张著名的一张图片 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我也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美国的那个火车的那个铁轨 那个是什么样子 弯弯扭扭扭的 像跟Chrazy 就是这个 蚯蚓一样的 他妈的 在火车上面能开 我都觉得那比印度的火车还不如 那么印度R3的火车 还比较牛逼一点 那你说这样的火车 能不脱轨吗 拜登吹了一个又一个的大牛逼 基建法案 要改建 什么东西都没落实 什么都没落地 大家也看到了 之前我就觉得 美国那个火车铁轨有问题 你想当时火车 那个被那些老黑啊 黑爹啊 给零元购的时候 他就是开在那个马路上 我感觉那个铁轨 怎么那么垃圾 也能开火车吗 然后被那些老黑跳上去 抢劫干嘛的 都干得出来 他速度快不起来 那么这一次 大家也都知道 美国的绿化纳 这个 路易西 路易西 这个泄露这个事件 确实呢 搞得是沸沸扬扬 包括还有 这个什么 硝酸的什么这个东西 也在另外的一个地点 泄露了 也是几十节列车脱轨 那这些事情呢 都是严重的 污染美国的空气 啊 污染对人体造成 有很大的烧伤力 这等于说是像 一个小 缩小版的切尔诺贝利啊 那么这么严重的事情 确实让拜登 焦头烂额 啊 用打 掉 十二美元一只的 啊 瓶盖俱乐部 小孩玩的这个气球以后 啊 那还是掩盖 不出这些事情 马上又出事了 那只能还是一张台湾牌 只能打台湾牌 搞来搞去 搞到 搞到现在 在中国周围转了一圈 啊 只能够打这张台湾牌 所以呢 他必须要这样搞 但是他又怕激怒中国 啊 我个人感觉 他肯定是实际上 中国通报过 就是说 他通报不通报 啊 有的人表示有意义啊 可能 呃 不认为会有通报 我认为呢 啊 这只是大家一种分析 对吧 我认为他是有这种通报过的 啊 因为他现在就很害怕你中国啊 因为一些什么事情 马上把台湾给收了啊 否则的话 他不可能天天在那边讲这些啊 惊恐的这些话 那么这是一件事情啊 那么中国军机呢 也也就是照样啊 采取一种啊 一种前行攻势 把台湾岛都给他包围了 尤其呢 接下来也快化台海啊 台湾海峡 呃不 台湾东部地区的 防这个防空识别区了 啊 那么你看到这个 无链机都到台湾东南去啊 还在台湾东北的 都把台湾给包围了啊 呃 这种包围呢 它是一个好事情啊 都属于是一种战术的 啊 一些 那 这个 啊 的演练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美中关系紧张之际 卡纳议员帅国会代表团 访问台湾 美国国会民主党籍 众议员卡纳星期五宣布 他将率领一个由民主 共和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 于2月18日期间 前往台湾访问 以下强硅谷与台湾半导体 产业之间的联系 在中国经济气球北约 则业时候 侵入美国领空 被美金击落后 上代修博的美中关系 跟他紧张 美国议员代表团 此刻访问台湾 可能会招致中国的反对和不满 卡纳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期待着更多了解 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以及台湾与我所在的 硅谷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作为芯片与科技法 科学法的共同发起来 台湾半导体产业 对我的选区至关重要 在那个时候 我也计划确认一个中国政策 并明显表示 我们希望尽一切努力 阻止军事冲突 那么等于说 又有这个新的议员要过来了 要来搞一些卵事了 那么其实这些呢 他就说是美国 对台湾那种支持 那么还有就是更加的 升华的事情是 金融时报 乌钊谢 顾立雄 下周访美 传江会晤白宫官员 美国消息人士指出 台湾所谓外交部长 乌钊谢 国安会秘书长 顾立雄 下周率团 下代表团访美时 在美国白宫在华盛顿展开秘密会谈 与会人士包括 美国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 芬娜 副国务卿 学曼等等 就金融时报报道 美台之间的 这些外交沟通渠道 长期存在 主要是用来解决安全问题 并且随着中国在台湾 议题上变得越来越强硬 而更加重要 此次会在时间地点 是在美国记录 一次中国间谍气球后 目前中美中关系 变得相当紧张 美国攻击布林肯 取消原定于 访中的行程 除此之外 美国国防部 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 蔡施 近日更次在台湾访问 但包括所谓的 外交部等单位 并未证实 作者周知 中国向来反对 美国官员前来台湾 以及台湾官员赴美 去年8月10日 美国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抵达台湾后 中国曾举行 大型军事演习抗议 中国官员坦称 美国正在虚弱 一个中国的政策 意即不认可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 虽然美国始终否认 改变对中政策 但拜登政府 和川普执政时期一样 放宽美国官员 和台湾往来的限制 就了解 美台过去的特殊沟通渠道 向来在华府之外举行 避免让中共 有批评美国和台湾借口 但这次会晤 将在美国 在在协会的 华盛顿总部举行 也就是说 在这个白宫 要会晤白宫了 所以老兵还是那句话 现在呢 我之前不讲过什么 我在2022年 我已经预言过 我说今年 23年一开始 我就说 我说美国会掏空 一个中国政策 那现在呢 北京呢 也是 迎人不发 那就是等得来更大的 吴钊席这种到美国去 无非就是给蔡英文 访美就是铺路 美国肯定是要会 让蔡英文去访美的 这个肯定性是非常大 或者是他这个 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到这个台湾来 就是互 两边就是互访 互访嘛 这种情况是 会非常非常的严重的 但是还要 还要记得一件事情 中国到现在 也不派驻美大使 就代表说 跟你美国 没有什么好多歌利落的 没有什么好多谈的 事实也是如此 我们现在跟美国做的 就是我们把台湾弄好以后 再跟美国谈 现在跟美国谈的事情 没用 中国外交部 也通过 中国驻法国大使 卢沙也 向大家已经表达了 对吧 你不宁可现在来 空国访问 也没什么意思 显摊词就是 中美关系 现在有任何的谈判 必须是我们拿下台湾以后 才能够去谈判 所以这个事情呢 这都属于是这个开胃菜 像这些事情都属于开胃菜 更大的事情应该在端午前后 五六月份 端午前后 会有更大的这个事情 更大的这个地动上的事情 可能会出现 所以呢 中国现在呢 全力以赴就是要搞这个两会 搞20大以后嘛 第一个两会嘛 对吧 习近平的列马 全部都接替这个国家的这些职务 李强嘛当总理了 丁学强副总理了 这些全部都要弄好 众生归位 原生归位 归位以后那差不多 很多事情就要开始搞了 因为中共搞很多事情 是有计划性的嘛 对不对 但我战机过去 也是给你压力的嘛 你别看这些战机 好像他们没什么压力 他压力其实挺大的 你怎么搞不好 下一秒就就打你呢 对吧 每次都让你麻木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另外一个事情 韩国黑鹰教练机 过境小港机场 航空迷抢拍 韩国空军黑鹰特级飞行队 在前往澳洲航远的陆鼠洞 周四过境台湾高雄 吸引很多航空迷到场 一堵他们的风采 闪的亮灯 韩国T50B教练机 从小港机场上空 缓缓降落 分别在9点45分 10点5分 10点25分 抵达高雄小港机场 不少军事迷 一大早从各地赶来 相机按个不停 就是要用镜头 捕捉韩国T50B 黑鹰教练机 瞬间的英姿 军事迷说 为什么会特别 从台北下来呢 因为韩国的战斗机 不会每天都有了 不会常常都有了 偶尔偶尔了 军事迷 他的图装蛮漂亮的了 那个黑色黄色 军事迷 可能是因为他是 飞行班的对吧 所以图装方面 有特别的去设计过 民众一般来 在看飞机 起飞机会比较少 所以大家都觉得 很有兴趣 这飞机 各种各样的飞机 在这边飞 蛮好看的这个样子了 据了解 韩国空军黑鹰特级 飞行表演队 受邀参加 是在澳洲墨尔本 举行的航空展 因此从韩国 援州机场出发 运计途经 台湾 菲律宾 印尼 前往澳洲参展 军事迷 台湾本来就是在 东北亚跟东南亚 飞出来到东南亚 或者澳洲 他们都会经过高雄 来做一个加油补给的动作 那么等于说 韩国借机 也吃一下中国豆腐 你他妈的 把我们 在亲人这个问题上 搞得我们够呛 那么比现在美国 爸爸到了台湾去了 我们的飞机也过去 也给你点压力 对不对 也告诉世界 你中国根本就不是什么 我们想飞就飞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我也说了 现在北京 不能跟他们去多计较 要游也是来一个大的 我也不希望这种小的这种动作 没啥意思 来就来个大的 来个排山倒海的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感谢各位收视频 我是网民俩 喜欢你的电影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